明星见不了人的一面,虚情飞机上睡姿超豪方袜子摆在枕边。快看! 虚情给人的印象一直是非常淑女,而且颇有几分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气息。 不过最近几年的虚情不但颜值逆生长,性格却越来活泼。 4月3日,虚情经纪人与凯旋连续分享一组和虚情在飞往伦敦飞机上的一组照片。 因为是长途飞行,虚情在飞机上的睡姿被经纪人偷拍。 照片中,虚情躺着的姿势和大多数女生的睡姿有几分相似。 一条腿跨在前面,并夹住被子,而一双可爱的卡通条纹袜子就摆在虚情的枕边。 原来大明星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啊。 虚情和经纪人与凯旋关系一直如同姐妹,两人经常一起合影或者互拍。 画面中,能看得出虚情非常享受被偷拍,还摆出很多风情观众的pose配合拍照。 这样的角度下,虚情的大长腿也是格外吸睛,惹网友眼线,满床头是腿。 虚情出生于1969年,今年49岁。 是娱乐圈公演的不老女神,逆生长女神。 早前虚情参加《花儿与少年》节目的时候, 即属于气质就令华晨宇深深着迷。 当时现场采访华晨宇。 现场有工作人员问华晨宇,在虚情和刘涛之间,更喜欢谁? 华晨宇直言不认华晨宇,当然是许晴姐,从照片中不难看出许晴能迷倒众生的原因了,除了冻灵,还有这股灵精怪的个性。 虽然是长途旅行,但是许晴乐自不疲。 她担当起经纪人的摄影师,她在飞机地板上为经纪人拍照,pose摆得也是相当专业呀。 与凯旋微博还配文,这样趴下灯高帮你拍照的老板哪找,虚情不但趴在地板上拍照,还灯高拍照,也是妥妥的少女心啊。 虚情在飞机上嘟嘴卖萌少女饭十足。 网友评论,先给姐姐这个姿势打满分,我只看到了满床都是退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